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就是我们藏画 有两幅画就是名声最大 最引人关注的 一幅画是北宋张泽端的七名上河图 我们曾经在十区宝集展的时候 七名上河图引发过轰动 这次还有另一幅画 就是王熙梦的千里江山图 这两个画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关注度 我想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注意到没有 它都是北宋的 北宋无论是张泽端还是王熙梦 现在的研究基本上认为 他们都是北宋徽宗时期的宫廷里面的画家 所以说就是这个创作它有细节 宋画纵细节 宫廷绘画更重细节 能够描绘得很精工 然后再一个 它是两幅画都是一个长卷 就是一幅画像七名上河图是长 这个五米多 像王熙梦的千里江山图接近十二米 实际上七名上河图不及千里江山图 就是在长度上不到它的一半 不到它的二分之一 然后这两幅图呢 就是这个各有特点 像七名上河图 它主要是一幅风俗画 所谓的这个风俗画呢 就是它主要是以这个人物和社会风俗为主 在中间就是这个以人物的表现和这个生活劳动场景的表现为主 而千里江山图不一样 它表现的是千里无垠的这个江山奔腾起伏的一个态势 然后在中间呢就是有很细小的人物在活动 但是呢这个人物都是极小的这个点茧人物 我们就是如果说有一个特点比较来开阔的话 七名上河图很热了 画得很热了 就是很适合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和大众的这个审美趣味是相符的 但是千里江山图呢 它是需要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文化的修养和集点 然后才能对它进行欣赏的 七名上河图就是更具有这个文雅 就是更具有士气 对观赏者本身的这个知识修养的要求 就是相对来说要更高 我们涉及到就是本次讲座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幅画的这个作者及其价值 关于这个画它的作者是谁 在这个画本身呢上面 它是没有这个画家的署款和签名的 这个没有这个署款和签名呢 我想就是跟这幅画就是是一幅宋代的这个宫廷绘画有关系 这个画呢它的作者以及相关的信息 全部就是来自于这个后隔水后面的一个拔 就是这个拔 这是著名的宰相当时的这个全城蔡金的一个提拔 这个提拔呢 在很多的就是关于千里江山图 谈这张图的时候都不得不提到 这个提拔中提到就是正和三年 润四月一日刺 就是由徽中刺给蔡金的 刺的时候王熙梦才只有十八岁 这个是我们社会上就是炒作这个画的一个热点 王熙梦就是只有十八岁 在刺 就是这张画刺出去的时候只有十八岁 王熙梦 这个熙梦不叫王熙梦 他叫熙梦 曾经在画学 就是徽中举办的一个画的宫廷培养 这个学生的这个学校里面 为生徒 后来呢就是这个 重画学毕业之后 招入静中文书库 他曾经呢就是 素以画现 因为就是这个 他是以绘画为职业的 所以他不再不停地 就是向这个徽宗 进行他的绘画作品 但是呢未胜功 就是这个徽宗对他不满意 但是呢这个徽宗发现了 就是因为他年轻 所以呢就是认为他是有潜力的 上知其性可教 遂会遇之 宋徽中这个皇帝就是 他是有这个 就是比较这个强迫症的 他看到就是这个好的学生 或者这样他愿意自己去教 然后他对于这个画怎么画 他干涉非常大 就是在文献中就是不停地有记载 比如说就是他让画家就是观察 就是这个孔雀 这个深蹲开屏的时候 是先伸左脚还是右脚 他让画家去观察就是这个月积花 这个一日之中 早中晚月积花的花瓣是不一样的 他就是这个对这个画家的画作 是有具体的干涉的 同样的这个王熙梦也是他教导 和干涉的对象之一 皇帝亲自教了他不到半岁的时候 就把这幅画这个尽献给皇帝了 那么这个中间提到一个重要的信息 皇帝只教了他半年 然后这个画尽 也就是说就是这个画 画的时间大概应该就是半年 那么往前推 王熙梦画这个画的时候 大概应该就是十七八岁 为什么这个王熙梦在这个上面会没有署名呢 就是因为在宫廷绘画中间 尤其是这个皇帝指导的这个宫廷绘画中间 他的署名都是要得到这个皇帝的授意和同意的 像张哲端的清明山河图上面 也是没有张哲端的署名 我们也是根据后面的提拔才发现的 皇帝就是徽宗 就是非常喜欢他进献的这幅画 就把这个画赐给了当时一个全臣蔡经 然后对他说了一句话 天下事在作之而已 这个是关于这幅画的信息 就是我们说我们不停地就是 现在社会上就是有不停地就是在怀疑说 这个王熙梦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其实来混淆了一个重要的概念 是熙梦存在还是存在不存在 还是王熙梦存在不存在 这个根据这个蔡经后面的法案 我们知道这个熙梦是这个画的作者 画画的时候十七八岁 然后是徽宗亲至这个教授的 然后赐给了蔡经 这个是确切无疑的 这是我们藏的就是听琴图 都说这个中间这个弹琴的 是宋徽宗 然后这个旁边这个红衣服的 一般认为是蔡经 蔡经和徽宗就是 他们在政治上面就是有这个 因为这个蔡经是宋徽宗 着重就是任用的一个宰相 就是四次为相 这个 徽宗时候的这个政治和经济的改革 也主要是希望是寄托在这个蔡经的身上 当时蔡经呢就是积极的运作 就是给了徽宗一个假象 就是说天下是太平盛世 认为徽宗就是在这个 北京人打过来前夕啊 这个徽宗一直认为 他本人是可以追这个 中国古代最盛名的君主 姚和顺的 他认为是一个太平盛世 这个蔡经成功地给了他这个错觉 他们呢就是在长期的这个关系中间 他们除了是政治上的 就是这个蔡经是 徽宗政治上的一个得力的 就是政治这个改革的一个重人 在他身上之外 就是他们还是艺术上的知音 徽宗啊是特别喜欢 就是我们知道的就是艺术皇帝 就是在艺术上本人的成就很高 他的很多政务就是也都是委托给大臣 然后蔡经呢就是 他本身在艺术上就是跟徽宗有一个迎合 那么问题第一 就是西梦是否姓王 或者说王西梦是怎么来的 前面就是在这个蔡经的这个提拔中间 我们知道这个只提到西梦 没有提到这个王西梦 那么这个王西梦是怎么来的呢 现在我们根据这个文献记载 就是在清初的时候啊 这个文献上才首次出现了这个西梦 叫姓王 叫王西梦 这个呢就是在 清康熙三十一年 1692年顾富的平身壮观中间 这个当时那个画在梁清彪手中 他就是给了很多这个朋友去看 看了之后呢就是有一些记载留下来了 比如说这个平身壮观中间就提到就是说 说这个事实有王西梦者 第一次提到了这个王这个西梦姓王 然后就是在皇帝旁边奉事 然后这个画的名字我们一起看 就是陈座清彪山水一卷 也就是千里江山图当时还不叫千里江山图 叫清彪山水 没有名 在这个康熙五十年 这个宋诺的西坡内稿中间 也中间提到 宣和供奉王西梦 就是这个到清初的时候啊 开始这个把西梦前面加了一个王字 就是这个叫王西梦 就形成了我们后来叫王西梦的说法 今年做赦瑟山水一卷禁欲 我们可以注意到赦瑟山水和这个清女山水 实际上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他们当时都没有说到这幅画呀 叫千里江山图 他中间就是还提到一个重要的信息 说未及死 就是这个他认为就是因为在王西梦 不管是王西梦也好 还是西梦也好 事实上在画史上都是没有记载的 他就推测这个王西梦 就是在把千里江山图 就是尽献给徽宗之后 不久就死了 年二十余 然后这个画只留下了这一卷 就是这个关于就是这个顾父和这个宋诺 是怎么知道这个西梦姓王的 我们今天不知道了 就是有一种推测说 那个画前面是不是会有一个提签 就是上面写到的是王西梦 我们现在画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提签 写的是王西梦千里江山图 曾经有专家就是怀疑就是那个提签是梁清彪写的 我经过就是核对之后 我认为那个提签不是可能不是这个清代的这个梁清彪写的 可能更晚的时候 那么就是他们是如何知道就是王西梦姓王的 这个就是一个谜团 就是不知道他的依据我们现在不知道了 那么呢我们也没有证据来说这个西梦究竟姓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姑且元西这种说法 把他就叫这个王西梦 至于他是不是姓王 就是证据仅仅在清代为止 这个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了 就是我们知道他叫西梦 然后在清初的时候出现了就是王西梦的这种说法 一句不知道了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叫他王西梦 姑且叫他王西梦也无妨 因为我没法证明他的对错了 关于就是这个天里江山图的 就是除了这个西梦是不是姓王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说就是这个画 就是我们看到的时候 给我们一个超级的这个视觉震撼 这幅画就是是不是就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 就是王这个西梦 能不能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就是画出这么一幅这个山水杰作 这个也是引扰在就是这个普通的这个观众 包括这个研究者这个心头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就是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 我们在后面的这个讲解的过程中间呢 就是也慢慢的就是附带着 我们自己的一种思考或者是推测 我们来看这幅画就是它的一个评价 这幅画呀在创作完之后啊 就是由皇帝就是徽宗赐给蔡金了 然后后来的流传呢实际上一直就是密藏的 就是很少有人能看到 那么就是这个画就是关于它的评价 就是在画史上记载不多 但是呢就是在它后面的一个提拔中间 叫普光的一个提拔 就是这个是原初就是和这个赵蒙甫甫一起就是由赵蒙甫甫推荐他出来 做官的一个人物 他呢就是这个画 他的一个提拔说 他在这个十五岁至于学 从十五岁开始获读此卷 迄今已尽百过 就到今现在为止啊 大概已经看到有上百遍了 那他怎么能看到上百遍呢 那么这幅画就只能说是他家里收藏的 其功夫巧密处心目尚有不能周遍者 所谓一回念处一回心也 他是说这个画呀 就是画的功夫巧密 画得很精工 在看的时候啊 眼睛和心和眼目不能够周遍这个全画 然后每一次看呢 都不能周遍 所以每一次呢 都为下一次看它 留出了一个新的这个收获 每一次看都会有收获 所谓的一回念处一回心也 他自己就是对这个画有一个评价 就是在古今丹青小景中 在古今的这个绘画当中 自可独步千载 待众心之孤月儿 独步千载 就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千年之中 只有这么一幅画 待众心之孤月儿 就好像就是很多星星捧着一个月亮 只有一个月亮是孤月 对这个画的评价非常高 当然我们如果联系到就是前后语境来看 它中间说到色色鲜明 不止红圆 这个色色就说这个 它是一个青女山水 这个让王生 这个赵伯鞠见他 又易将胆气 也就是说这个独步千载 众心哭跃 他的语境 是在青女山水画室当中 今天呢 我们对这个王熙梦的这个千里江山图 评价就是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认为他好 就是这个好得不得了 就像经常引用的陈丹青说的话 就是在这个五营殿 我们09年展出过一次 那时候我刚来故宫 然后13年展出过一次 现在是17年 就是我们这个 因为这个 他的展出一次至少修三年 咱们修的是四年 是为了保护这个画的这个需要 这个陈丹青当时就是 写了一个日记 就是说他看千里江山图的时候啊 就是脑袋贴在这个 文艺店的那个玻璃柜上 看得像个傻子 意思就是说 就是对这个画的这个评价很高 还有一种说法 这个是我们就是很多 这个做美术史研究的 这个专家的意见 郭公就是还藏有一卷 就是千里江山图的 我可以说是姊妹卷 叫江山秋色图 也是一个长卷 没有这么长 然后就是我们有专家 就是说从这个笔墨 就是从这个墨笔的 这个上面来讲 就是这个千里江山图 在这个笔墨的技巧上面 不如江山秋色图 也有这么一个意见 那么就是这个 关于千里江山图 它的这个地位究竟怎样 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应该从这个画 就是我们既不相信这个 这个普光说的对它存疑 我们也就是对这个 有部分专家就是对这个 千里江山图的这个地位和价值 认为没有那么高 那么就是我觉得应该从一个 艺术史的这个高度来看它 艺术史就是我们着重的 就是应该放在这个 千里山水这个发展的这个线索上 来看这幅画 也就是说这个画的价值 它主要是在千里山水画史上的 这个价值 这是它的一个核心价值